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怎样能够衡量一个明星 他的价值除了人气影响力之外 他自身的带货能力品牌 有哪些也能体现在他的商业价值 也是背后品牌方是否选择 和他合作的一个重要考虑因素之一 毕竟一个明星身上产生的价值越大 那么他的潜力就越大 对选择的机会也就越大 越能出圈 同样也侧面说明 他的人气和流量会比别的人更高 这是一种良性循环的过程 所以说一般成为顶流 成为数一数二的重量级明星 短时间内是不会被其他人代替下去的 因为他所创造的价值是独一无二的 因为这个人自身的品质特性 更是无可替代的 这也是为什么自从陈情令走红之后 王一博能够始终处于一个高度 被人关注的位置 而且越来越火的原因之一 特别是在王一博的这些代言中 每次的销量数据更是直接转化了 对他自身评价的一种直观模式 他的代言涉猎很广 从衣食住行到吃穿用度 本次们完全真的是按需购买 不只是因为王一博代言这几个字 更多的是因为他所代言的东西很实用 大家也是在理性消费的范围里去支持他 去首选他所代言的东西 甚至他的商业价值一次又一次的创造新的记录 还登上了权威的媒体报刊 体现了他的带货能力和影响力 这是一份大家对他的认可 是一份能够证明自己的辅助材料 王一博能够在自己24岁的年纪中 做出如此让人骄傲的场景 作为摩托姐姐们一路追随 一路见证他的成长 是发自内心的骄傲和自豪 因为我们粉上的不单单只是一个明星 只是一个演员 只是一个偶像 更多的是在精神方面对我们的引领 在他身上看到榜样的力量 当你被他圈粉之后 再通过各种各样的考古 就会从中发现 他不仅是一个宝藏男孩 还总是在细节上打动大家 狮子座的大男孩本身就是属于大男子主义 大大烈烈 但是内心却有着细腻风盈的一面 这样的反差也刚刚走进粉刺的心 他不断出现的身影 让我们感受到他的成长 各种活动 各种综艺都可以看到他的影子 湖南卫视毕业里 综艺节目官宣之后 我们又看到这个新生主持人 又一次的崭露头角 本身作为天天向上的主持人之一 作为天天兄弟中的老妖 在这个舞台上的这几年就收获很大 即使其他的事业形成带忙 却很少在天天向上缺席 在这个舞台的五年中 我们看到他从十七八岁的少年成长成如今的模样 这种肉眼可见的变化 给予了他更加坚定的信念 也让他朝着梦想拥有着更大的动力去出发去实现 从默默无几到人生鼎沸 从一片黑暗到绿海相迎 一路走来的艰辛 一路走来的磨难 只有他自己经历过 只有他自己才知道 很多老粉陪他一路成长 一路走过来会发现当初 纳得笑得开怀的洛阳牡丹 慢慢成长了一个成熟冷静的少年郎 湖南卫视天天向上 有了他拥有了更多人关注 虽然全部功劳不能再与王一博三个字 但是不得不承认 很多粉丝也是因为他而来为他奔赴绿海 这次湖南卫视的毕业里本身就备受瞩目 当大家以为有一个王一博就已经足够吸引人的时候 却发现这轮官宣之后 还有那么多我们喜欢的嘉宾 还有那么多人气爱豆像刘宇 周可宇 利路修 李子廷等年轻艺人 也有很多前辈 真的是将毕业仪式感拉满 用青春的姿态走向茫茫人海 每年的这个时候确实是毕业季 我们又一次的成长 在人生的插路口 面临着又一次的选择 是分别是奔赴远方 是奔赴梦想 也是一次对过去的告别 对未来征途的新生向往 面对未知的远方 我们或许迷茫 或许充满不确定 但是能够做到的就是把握当下 做好自己 也让我们一起期待湖南卫视的毕业礼吧 一起期待有我们喜欢人的舞台 看他们经历一次怎样的毕业 不知道大家距离毕业已经过去多久了呢 想到以前毕业的情景是否历历在目呢 王一博寸头造型曝光 央视镜头对联拍摄 这皮肤状态却让人看愣了 要说王一博这位男明星 也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人物了 这位男明星一直以来都是圈内的顶流 也是有着很多的热度 除了是天天向上的节目主持人 王一博也是有着很精湛的演技 还是一名非常优秀的演员和歌手 唱跳能力俱佳 确实是全能型人才了 不少粉丝也是很喜欢王一博的 近期还现身参加了央视的百年礼赞 这位男明星一直以来都深受粉丝们的喜爱 近期现身央视的百年礼赞节目 也是引起了一大波粉丝的关注 而且这次与王一博一起同台演出的 还有知名影后周冬宇 周儿园都是圈内人气非常高的明星 所以一起登台出席 也是瞬间火上了热搜 二人的造型也是相当吸睛的 还是让人觉得十分养眼啊 不得不说很是般配了 周冬宇是非常知名的明星 因为出演了电影七月与安慎和少年的你 荣获了三金银后大满贯 更是成为时尚最年轻的三金银后得主 不少粉丝也是觉得周冬宇的实力相当强 近期和王一博一起登台演出 这气质也是相当优雅 不得不说国真红气养人啊 而王一博的造型也是非常吸睛的 王一博这次留着寸头亮相 很多粉丝也是非常关注 不过大家也是知道在前段时间 王一博的寸头造型悲受争议 因为出演了电影《维和防暴队》之后风格大变 整个人的肤色也是晒黑了一个度 看来在剧组拍戏也是相当辛苦的 所以不少粉丝也是觉得王一博的颜值有所下降 但是近期参加央视的节目 这颜值确实相当惊艳 这次留着寸头出席节目 还被央视的镜头对脸拍摄 在现场的画面中也是能够看到 王一博身穿黑色西装 整个人也是相当绅士 加上这侧颜十分精致 和老奶奶牵手合唱 还是让人觉得暖蒙十足 而且看起来也是相当温柔的 不少粉丝也是觉得王一博的颜值还是相当高的了 这样看来王一博留寸头也是非常好看啦 而且大家也知道央视的镜头都是非常高清的 很多明星都无法直视央视的镜头 毕竟大家都说央视的镜头是照妖镜 也是能够暴露明星面部的瑕疵 而看到王一博的脸蛋被央视对脸拍摄 不得不说王一博的颜值真的很高了 这脸蛋也是相当干净 而且留寸头之后变得更加清爽了 整个人的五官也是精致小巧 这脸上更是一点瑕疵都看不到 不得不让人十分羡慕啦 所以可见王一博真的是非常高颜值的明星了 这也是没有经过任何的精修和美颜 还是相当真实的 看到这皮肤状态 粉丝也是非常羡慕 所以说王一博的气质还是很出众 这脸蛋也是扛得住央视的镜头了 而且这样看来 王一博留寸头还是相当有男人味的 不少粉丝也是纷纷留言表示 王一博真的是太好看了 而且整个人的长相也是十分正气 确实是根正苗红的好青年啊 也难怪会被那么多粉丝喜欢的 这魅力确实是格外吸引人了 现在看来也是很想被王一博 给圈粉了 大家也是知道 而一般能够参加央视活动 必然是相当正能量的明星 这样看来 王一博也是很正能量的 加上又是顶流 也是能够起到很积极的正面作用 不得不说 吃瓜不停娱乐不断 感谢大家关注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频道的话 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吧 拜拜